女扮男装是韩剧用不腻的牢梗题材 近日日网也公布了最好看的女扮男装韩剧套步时挑选榜单 穿梭剧扑通扑通love第九 嫖宾脸目第五输给嫖宝剑 金玉珍主演的云化的月光 嫖宾叶成军管飞文第三 孔刘盈晦咖啡王子一号店是景点之最却只拿下第二 而冠军哄变犬亚洲实在难超越 日网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韩剧套步时 华正车胜员李燕熙 华正由车胜员李燕熙 金赛员许康俊等人大纲主演 剧情讲述李氏王朝真名公主 年幼时因为受到迫害因此女扮男装流亡日本 后来在望族之子洪朱元帮助向恢复公主身份 并展开波澜起伏余生的故事 华正剧情精彩又高潮迭起 演与演技也同东在线 其中由李燕熙饰演的真名公主一角 既有颜值眼睛也相当精湛 虽然该剧后半段剧情少无力又妥协 仍引起不少观众追看 还曾装下11.0%收视佳绩 如今更一滴使命之资 挤入日网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韩剧榜单 日网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韩剧套不酒 普通普通辣物金色奇银斗俊 普通普通辣物由金色奇和银斗俊主演 最新讲述高三少女张丹飞 意外掉入水壳并穿越到朝鲜时代 与世纵大王李陶展开一段恋爱罗曼史 是一部能未想逃离不安心人状的年轻时代 带来共鸣与勇气的作品 普通普通辣物是仅有两集的独目剧 却意外收获好口碑 整部剧既精彩又温馨感人 有笑又有泪 情节也缓缓相扣 短段两集却藏有满满细节 让观众都看得欲罢不能 而金色奇银斗俊惊人的火花 更是受到广大侠爱 令观众看了都少女心爆棚直呼看不够 日网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韩剧 TOP8 夜行书生 李准基 李游飞 夜行书生 赵李准基 沈昌明 李竹赫 李游飞 以及金素恩 主演 期划号导演李承俊 与咖啡王子也号的编剧 掌显珠携手合作 据些讲述家道中落的观幻之女 赵阳仙在女扮男装养家糊口的过程中 碰上拥有耀眼心感美的吸血鬼书生 金胜烈 展开一段惊悚又奇幻的故事 夜行书生融合了吸血鬼 古装 惊悚及奇幻等元素 为常见的老狗增添了许多心意 而该剧虽然整体评价亮极 与主角李游飞的演技也爱批 但在剧中单纲男主角的李准基 却凭借细腻又有层次的演技 受到观众已知好评 成功圈了不少粉 日网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韩剧 套补气 好好长大的女儿何娜 朴寒心 李泰宽 好好长大的女儿何娜 由朴寒心 李泰宽 整个女影视人 单纲主演 举行讲述 为了记者拥有400年历史的 家族事业黄牛酱油 从小被当成男生教育 并以儿子身份成长的女孩 长何娜的故事 而好好长大的女儿何娜 是极数破百的日日剧集 剧情虽然狗血 却让人看得欲罢不当 而饰演女主角何娜的嫖悍心 也为了女扮男装的角色需求 出道11年后 首次以短发亮相 如往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 喊剧Top6 火镇女神锦儿 文锦银 金凡 火镇女神锦儿是有美味关系 找圣著导演长进 武士白东秀 全是葵作家执笔 文锦银 李向伦 金凡 徐玄震等人单纲主演 剧情以16世纪末期朝鲜时代的淘气制作 所分院为舞台 讲述朝鲜时代首闻女星陶宫 刘景置热的艺术魂 以及伤爱着她 却将送别的光海君之间的爱情故事 火镇女神锦儿 虽然找来文锦银 李向伦 等实力派演员主演 剧情却爱批 毫无亮点 除了引发观众纷纷气聚 更有剧迷直呼 文锦银 约览剧也无力回天 不过该剧却意外以第六名 等榜最好看女扮男装韩剧派行 相当令人意外 而日网网友则表示 文锦银相当适合男装很是袭击 日网飘选才好看女扮男装韩剧 TOP5 烈幕 朴安宾 陆云 烈幕 又无海盈 陶宴 宋贤 以及李轩熙之道 先热情的打扫吧 韩西正编剧直笔 朴安宾 陆云 单纲主演 剧情讲述 已瞒是女人真实身份的朝鲜国王李恒 图绕他身边的花美男郑志云之间 十二浪漫 十二惊险刺激的爱情故事 烈幕剧情精彩又高潮迭起 尤其是朴安宾精神的演出 嘉英纪世祖的李渊完美驾驭 出赛眼镜大说好评 而朴安宾女扮男装的扮相 更是受到观众一致三好 既有男性潇洒 又不是女性的秀气与美丽 让日本玩偶也忍不住直呼 太美了 若票选最好看的女扮男装行剧 《陶宝斯》 《余幻的月光》 《朴宝剑》 金玉珍 《余幻的月光》 由学校2015金成宇导演指导 金秉珍以及李一珍编剧直笔 《朴宝剑》 金玉珍 郑振勇 蔡秀斌 郭冬妍 单纲主演 本剧以十九世纪的朝鲜为背景 讲述朝鲜第二十三代军王 纯族的长子 孝明世子 和女扮男中的爱情问题 咨询专家 《红罗文》的宫中罗曼史 云化的月光 故事欢快又有趣 演员选角更是堪称神来一笔 哥哥倾心自然 将角色成功演活 佩少月也是古风十足 整部剧养溢着青春气息 深受关注狭爱 虽然剧情后期略显无力 仍让该剧人气不减 不仅在当下创下22.5%的收视佳绩 更衣第四名 高居最好看女扮男装 韩剧榜单 日网票选最好看女扮男装 韩剧套不三 成军馆绯闻 朴友天 朴敏 成军馆绯闻 又朴友天 朴敏 宋中金 刘亚人 蛋纲主演 具体讲述 为了维持佳绩 而女扮男装 进入成军馆念书的 没落两班之女 金允熙 与李善俊 吻在心 剧如何开启了成军馆的 如生生活 一同克服困难城镇的故事 成军馆分文又被称为 韩伴梁山伯与朱丽叶 故事剧情 整体情节既精彩又斗趣 故事节奏流畅 各角色显明立体 演员群演技也统统在线 并将角色成功演活 整部剧从各方面来说 质量都很高 深受观众喜爱 让日本网友也直夸 搞笑又有趣 而朴敏的男装扮相 也收到许多好评 即便换上男装 也无法遮掩女神高颜值 日网票选最好看 女扮男装韩剧套牌 咖啡王子一号店 盐会恐流 咖啡王子一号店 由盐会恐流 李善君彩智安主演 剧情讲述 无了贴补佳妓 而男扮女装 混入美男咖啡店工作的 高文燦 与电影音乐导演 崔寒陈相语 意外谱出一段 浪漫罗漫时的故事 咖啡王子一号店 又受封为 女扮男装韩剧天花版 无论剧情还是剧中造型 都是经典之最 整部剧情心感失足 情节既写实又可爱 不仅在当时 創下32.1% 超狂收拾成绩 更因此被许多观众小魏 最爱喊剧 而盐会的男装扮相 自然又可爱 让日本网友也直呼 盐会太适合穿男装了 如要票选最好看的 女扮男装 喊剧套牌 原来是美男 飘欣慧张根爽 原来是美男 有缓魂编剧红石姊妹直笔 朴欣慧张根爽 李洪基 以及郑如河 蛋纲主演 剧情讲述 实习修女 高美女 代替了手术中的 双胖胎哥哥高美男 进入韩国人情偶像团帝 ANGLL 并成为其中一员 并在与成员日渐相处的过程中 悄悄产生男女情愫的故事 冠军果真男超越 原来是美男播出时 红遍亚洲 虽然狗血剧情不少 精彩有趣的剧情 仍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主演局更是凭借出彩演出爆红 成为红边海内外的 炙手猩猩 而日本网友更是直呼 原来是美男 是杰作 影院权真的 男的帅 女的美啊 病人 病人 在美男 病人 不 majesty 温暖 厚